女儿刚考上贵族学校 就被几名男同学轮番羞辱 然而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班里的女同学也因为她的成绩出众 对她产生嫉妒和憎恨 女孩无力反抗校园暴力 最后受不了无休止的折磨选择自杀 而她的脑瘫父亲为了查明真相 在社会各界祈求为女儿申冤 但这个社会根本不理会弱者 于是父亲做出一个伟大的决定 他要用自己的方式为女儿复仇 这个名叫子若的女孩是个音乐奇才 他们原本是生活在乡下渔村的 可就是因为子若的争气 他被很有名的艺术学校录取了 父女两人都格外的开心 脑瘫的父亲为了给她好的生活环境 他们搬到了繁华的城市首尔 他们拿着所有的积蓄在首尔买了一套房子 可房子却小到只有一个房间 但一想到只有父亲在 再小的房子都是温暖的家 为了给女儿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父亲开始靠摆摊来赚取两人的生活费 然而父亲的生意一直不景气 眼看着子若的开学时间就要到了 他却为钱犯了仇 但是父亲却把自己存的钱都拿给他 就这样子若如期地来到了校园 然而他却没有想到 这将是他噩梦开始的地方 来到教室 他坐在了没人的后座 可校爸却告诉他坐错了位置 看到几人都不是擅长了 子若随即起身 把座位让给了他们 随后和眼睛妹坐在了一起 从眼睛妹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很害怕他们 在声乐课上 老师邀请合唱部的学长来选拔他们合唱部的成员 同学们都上台试唱 可结果都是差强人意 这时到校爸上台了 然而他一开口 就得到了同学的掌声和老师的肯定 就在校爸洋洋得意的时候 子若一开口 音调要比他高出好几个八度 就连老师都主动跟他搭话 学长更是投来欣赏的眼光 一直喜欢学长的学霸看到这一幕 简直要极度死了 果然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 在吃午饭的时候 眼睛妹主动找到子若 提醒他要小心校爸 子若却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而此时的校爸确实也因为学长终于子墨 在暗暗地吃醋 学校组织每月一次的郊游 大家在车上欢声笑语 而此时的学长也注意到子墨 在接下来玩游戏的时候 子墨才知道每个人都出生在显赫的家庭 当问到子若的时候 他却撒谎了 他告诉大家父亲是做服装生意的 而此时的学长却投来爱慕的目光 如果不是子墨的谎言 或许就不会让他为此付出生命 子墨像往常一样 在胡边练习唱歌 这时正好爱慕他的学长过来 他却主动抱住了子若 随后任凭学长牵着走向了卢尾档 而这一幕恰巧被校爸的朋友看到并拍了下来 校爸的朋友思来想去 最终还是把视频拿给他看了 校爸顺时崩溃了 他怒摔了手机 可想而知他是不会放过子若的 在两人一起回家的路上 恰巧遇到校爸一伙人 眼镜妹本能地后退 可子若却拽着他的手 从他们旁边走过 他那不屑一顾的样子 顺时激怒了学霸 女孩约眼镜妹一起逛街 正好路过脑瘫父亲的摊位 为了不让眼镜妹发现 处于自尊心 他拉着眼镜妹想往别处走 可还是让父亲叫住了他 子若也只好介绍说是他的父亲 相反眼镜妹根本没有瞧不起他 他主动和子若的父亲打招呼 而父亲的伙伴们 还送给他们很多好吃的 就这样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他们一起吃美食 一起唱歌 一起跳舞 一起买化妆品 还一起拍照 如果子若知道这个朋友会影响他以后的生活 或许这段友谊就不该开始吧 这天学霸带着一帮人找到眼镜妹 让眼镜妹带他们去找子若 眼镜妹之所以那么惧怕他们 是因为上初中的时候就被学霸欺负 无奈只好带他们找到子若 校霸看着为父亲招呼顾客的子若 脸上却露出了邪恶的微笑 而就在这时学长也知道了他的身份 学长愤怒地进门后看见简陋的屋子 他的眼里再也没有往日的温情 随手就是一把掌 并开始大骂子若是穷鬼 还不停地侮辱他 而此时的子若终于知道什么是人性 子若决定去找校霸 他告诉校霸自己只想好好学习 也不会插足他和学长的感情 而学霸不仅侮辱他还侮辱他的父亲 说着两个人就打了起来 本来是同学之间的打架 可学霸的母亲却找到学霸的朋友和眼镜妹 让他们只认子若才是学校霸凌的人 而昏迷的学霸才是一直被欺负的 在校方和家长的会谈中 校长很显然不是站在他这边的 最让子若伤心的是朋友的背叛 面对所有人的指控 子若依然没有低头认错 这时的父亲却着急了 他走上前就跪在地上祈求学校的谅解 而他这一跪不但没有说服校方 反而遭到了家长的侮辱 此时的子若十分心疼 但最终还是没有改变结果 他被开除了 此时他是心有不甘而又无能为力 他在和爸爸谈心的时候 说想要回家 可父亲这次却犹豫了 因为他在这里生意越来越好 还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本以为他们很快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 子若看到父亲不愿离开 也不说服父亲回家了 这时眼镜妹突然来找他 他哭诉着根子若道歉 其实子若根本没有怪他 两人就这样和好如初了 可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他在网上找了一个超市的工作 虽然辛苦 但是却很充实 他也能帮父亲分担一点生活的压力 子若在超市的工作也已经步入正轨 由于他的勤快 他是深受店长的青睐 当他知道店长是学法律的 于是让店长帮他写了一份举报信 他向教育局实名举报了校方和家委会滥用知权 还有校霸欺凌学生的事件 子若的举报信 很快被学校知道了 但是学校还是想方设法压下此事 而深受此事影响的校霸们 也准备伺机报复子若 校霸威胁子若撤销请愿书 如果不撤销 他和学长在卢尾档的视频就会发给他父亲 子若心如死灰 但是校霸要把视频发给父亲的时候 他还是低头认错了 父亲就是他的底线 无论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绝不能伤害父亲 最终他还是答应了 可校霸并未因此放过他 他们找到眼镜内 从他手机看到他们的聊天记录 知道他们要过生日派对 此时的子若根本不知道危险正在靠近他 就在他精心打扮自己的时候 门铃响了 他开心地去开门 而令他吃惊的是 眼前有眼镜妹 还有校霸学长和一群不认识的同学 几名男同学直接把女孩推进屋里 而此时的眼镜妹很内疚 却又不敢上前阻止 只好一个人离开子若的家里 在路上碰到警车 他想要去报警 却又放弃了 这是一项不喝酒的父亲 却因为生意好被好友邀请过去喝酒 可偏偏所有的事情都赶在了一起 此后一段时间总会有男同学来骚扰他 就连他在超市都会被无情拖走 此时的他真的成为他们的发泄工具了 而更为过分的是 校霸把他带到夜店 居然让他去接客 子若不答应 他们就拿视频威胁他 子若无助却又无能为力 接完课后 看着客人留下的小费 子若心如死灰 他不知道该如何结束现在的一切 唯一能让他摆脱的方法就是离开 随着校霸不停地给他安排客人 子若承受着身体核心里的双重折磨 他慢慢失去对生的诉求 在这个雨夜 子若像往常一样去旅馆接客人 接完客人 他穿上一身红裙 抽了一根烟 随即从旅馆的楼上跳了下去 他终于解脱了 而此时的父亲却迟迟收不到子若的电话 他很着急 就在这时电话响了 可手机却没电了 他着急地向路人借手机 可谁也没有大理他 父亲从来没有这么心痛过 真的是父女怜心吧 当父亲再次见到女儿的时候 却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父亲怎么也想不通一项乖巧懂事的女儿 会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 子若一直想要回家 父亲带着他的骨灰回到家里 随后洒向大海 这才是女儿最向往的吧 面对女儿的离开父亲 怎么也接受不了 直到超市老板来找父亲 递给他一本日记本 这本日记本是子若临死前 偷偷藏在超市的货架上的 父亲看着日记本 每句每字都像尖刀一样刺痛父亲的心 女儿受欺负的画面 清楚地浮现在眼前 他心痛得不能呼吸 明明孩子就在眼前 却不知道他受到这么多的侮辱 父亲内心充满着自责 他拿着日记本来到警局报警 可警察却说日记本不能当作立案的证据 此刻的父亲心痛愤怒着 他又来到学校要求严惩这些霸凌的同学 可校长却因为曾经女儿霸凌同学被开除为由 将父亲赶出了学校 而此时眼镜内也找到了父亲 他却迟迟不敢进门 他哭着告诉子若父亲 他目睹了子若受辱的全过程 可是他害怕子若经历的所有事情 会转移到他的身上 他选择沉默了 而此时这些话无疑是在他的伤口上散烟 既然学校没有公道 法律也惩罚不了他们 父亲将用自己的方式来惩罚坏人 他让眼镜妹把笑霸引到学校的天台 随即他把硫酸泼到他们的身上 他们在地上哀嚎着 一时间父亲就成了被通缉的对象 可他根本不理会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学长 就当学长要骑车离开的时候 父亲却将他带上了面包车 看着眼前罪魁祸首的学长 父亲愤恨至极 他拿起鱼钩 直接穿到学长的嘴里 随即把他丢进河里 让他像蚯蚓一样去喂鱼 而其余欺负过子若的同学 也一同被带上了车 来到仓库后 他们几个拼命地求饶 而且还在相互地推卸责任 他们陈述着子若被欺辱的过程 这无疑是在激怒父亲 他随即举起手里的甲鸥 就向对方的头砸去 眼看同学死在自己的面前 其中一个男人拼死与父亲打了起来 但最终还是被父亲了结了 这时另外一个男人见状就往外跑 父亲亮亮呛呛地追了出去 这时男人却因为鱼网缠住了腿 被父亲死死地按在水里 直到不再挣扎了才放开他 疲惫的父亲躺在船上 他回想起和女儿小时候的种种过往 忽然间好像又释怀了 他终于亲手为女儿报仇了 可如今女儿却已经不在了 也许活着对父亲来说是一种煎熬 他也随女儿一起去了